他们完全打着转型正义 这四个字的大标笔 只要是转型正义呢 他就可以把你一一 做出他想要做的事情 我刚刚说过了 副联会他是一个 合法的人民政治盘区 如果他有任何的 不当的地方呢 内政部有权来做一个纠正 但是内政部可以 把人民的财产 就这样把它当作 收归所有嘛 他有权利是做 这样的一个事情嘛 那这整件事情 成为刚刚人律所提到的 343亿讲得清清楚楚 然后呢马上就翻脸了 我必须要去说 我真的必须要讲 我个人的经验 我去年接的国民党的 妇女部的职论 我还没搞清楚的时候 我说妇女部完全没有情 我说那妇联会 不是听说很有情 我马上就被严正地指着 国民党跟妇联会 妇联会是何等的组织 国民党哪里敢去靠他 十几二十年来 都没有这种事 我就连狠狠地被打枪了 妇联会当初从 一开始的蒋宋美龄 我们的蒋介石 都不敢去惹他 国民党哪里敢去惹妇联会 然后他今天硬要把它 推给我们说 当作是我们的妇学组织 如果他是我们的妇学组织 那起码给我妇女部 一点小小的金额 然后抱紧活动 显然是没有 可是你现在又把两个 全部挂在一起 所以我个人认为说 选举要到了 这三百四十几 还有包括他们所说的 没有查证到的可能七八百亿 可能都会是 妇联会隐秘的一些财产 所以用所有的方法 来告诉大家 因为它是不成本事 所以我们收归有力 我觉得这完全行 这些执政男人 发色跟霸道